歡迎收看 其實買中藥也是一個學問 而且它中藥的產地 是不是道地 也是一個大學問 先比到這兩項 這就是我們說的 普通外面買的就是 紅旗的 一般如果拆整片 跟它一樣的時候 它都會用這種來當黃旗 黃旗其實叫做青旗 我們公共叫白旗 白旗還是真黃旗 這個才是黃旗 對 這個是真正的黃旗 一般就是燉湯 你如果只是要好吃的 它就是會用 因為一樣有甘甜 但是因為它會有一些油脂的分泌 所以它有一個油的味道 價錢差一倍 你的補氣的效果 增強抵抗力的效果 是要挑這個白旗 白旗才是對的 普通我們的冬櫃去買的時候 你有時候買到冬櫃 中間都空空 然後在外面 外面比較黑 有的就像頭翻頭 其實冬櫃就是要買 專櫃 前櫃 而且要挑這個很漂亮的冬櫃 所以這個除了冬櫃以外 普通我們的養生湯 我現在要說我們的養生湯 在家裡最接用到 來介紹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紅旗 普通在煮湯的時候 就等幾顆紅旗 等一些青稜 就會覺得比較甘甜 然後再來補氣 但是這個紅棗 好的紅棗 雞心棗 它的一個養肝 揉肝 跟保護肝臟的效果 跟安神的效果會比較好 雞心棗就是 它小顆拿起來的時候 你把它切稍微有聲 所以你看到要撐得漂亮 有的很大顆的 你就可以煮湯 很大顆把它打開 裡面是空心的 你好的紅棗它是10 它就是 肉是比較厚的 對 脂是小顆的 另外枸杞也是一個大學問 零下的枸杞 它有八點 一點 一點 有嗎 有 它有白點 它比較瘦 比較散 那很重要一點 學一課 就是我們去買枸杞子的時候 很怕買到它那個去撈的 就是它是染色的 所以它的顏色都 好漂亮 一樣顏色 那個枸杞 零下的枸杞 它比較鬆 比較不會黏到 其他產地的枸杞 它就會黏到 好痛 你如果去撈的時候 它整個顏色都一樣 你看看這個枸杞 它顏色層次不一樣 對 有得比較深 天然的就是一定這樣 有深有淺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挑選藥材非常重要 這是因為你知道 真的不好就知道 就算我去買的時候 第一 我怕撐得不好的食材 就讓你說撐得有材回來 我告訴你 要處理也是不簡單 我們的處理方式就是 不是東西要回來 不用洗的 應該都叫中藥材不要洗 錯了一定要洗 我們回家洗了以後 增煮又是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要怎麼讓它有材 好的有材 要怎麼去煮 第一個就是要用 要用 陶瓷鍋 對 不然再來就是要用 好的不鏽鋼鍋 真的很好的不鏽鋼鍋 對 絕對鋪麵也可以 鐵也不行 因為它會干擾到藥材 藥性就會變脂了 就不一樣 再來你的火候 非常地重要 我們喝這個中藥 平常我們想說 它在煮的時候很麻煩 它還要恆溫 對 一定要恆溫 你不可以喝大汗 喝小汗 你現在煮的時候 有味不味 那個火很重要 你煮的時候說一下 電話不會激掉了 乾掉了 你再把水加起來 那個功效就不夠了 怎麼沒有這麼好的 再把水加起來 我會說 那些水加起來 那些水